大家好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 我除了是駕輛的節目主持人之外 我另一個身分是一個模型家 我亦是一個車仔收藏家 歷年歷我都收藏了非常多的車仔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我玩這些車仔的 少許心得心路歷程 有這些車仔 這些車仔是甚麼比例呢 就是1比43 亦是我非常喜歡的比例 為何你對這個比例的車仔有興趣呢 這麼小的價格 大家都明白香港地 大家的居住環境有限 而車迷想擁有車仔的心態是無限的 他一定是想買很多車仔 但如果你的太大比例 真的無謂擺 而這個1比43的比例 你眼看見了 就是這麼大部 你擺多多都基本上不欲赤 其次我很欣賞1比43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車仔剛好的尺寸 可以擺放在你的掌心 你可以擺放在掌心上 慢慢觀賞到這車的形態 而這個比例 所以剛好就能夠保留到適當的精密度 不會太小價 有些東西做不到 細節上沒有甚麼損失 所以我對1比43是情有獨鍾 喂喂 不能玩的 只能看的 怎能看的 車仔會動的 這樣看 那你有沒有一些很精緻又便宜的 又能玩的車仔給我試試 有呀 就是這一套 先看看 全部都是寶馬 沒錯 還有它的拉花是同一個圖案嗎 沒錯 為何全部都是寶馬 全部都是同一款拉花 因為今年是BMW M Motorsport的50周年 他們跟Shell 聯成推出了這系列1比41的車仔 其實它的比例跟1比43沒有大分別 很想玩呀 沒錯 這部車除了體特之外 還能玩得 還有很多種玩法 很想試呀 這些車款是否全部都是經典車款 喂 懂事懂事 逐一介紹給你們看 第一架 這架 M1 M1是甚麼呢 是一架看起來不完全不像寶馬車款的車 但事實上真的存在過 亦落過牆 而少有地寶馬採用上鐵式頭燈的車款 這架的包圍也挺厲害 又懂東西呀 這架是3.0 CSL 亦是我非常喜歡的型號 它的包圍在當年來說是非常誇張 亦有蝙蝠車的稱號 這架很熟口熟臉 當然是熟口熟臉 這架是無數港澳車迷 都非常熟悉的E30 三系寶馬 在澳門的賽車場 喂 叱渣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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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很想要呢 當然要吧 這架 真的是好東西 買公司車 這架很面線 這架當然是面線 近年大家有看澳門賽車 大家會知道 這架是近年經常出現的安全車款M 這架好像試過 你也認得 認得鬼面罩 沒錯 這部是最新的戰車 M4 GT3 與美式那部有些不同 這部真是落場 我們那部是街車的 最後一部 這部是甚麼車黑蚊蚊 這部很厲害 這部是日本GT3000獲得冠軍 Z4 GT3 很厲害 這部我也喜歡 外形做得挺仔細 拿上手看 這些車仔蠻精緻 對 其實跟我們剛才介紹的都差不多 我挺欣賞這部系列的線條比例 觸得很準 細節位也足夠 放在玻璃櫃上 純粹當它是一件擺設品 其實也沒問題 你說可以玩 怎樣玩 也不是匯力車 用手推嗎 當然不簡單 留意著 是遙控車 這是甚麼 這麼有趣 讓我玩一下 平時遙控車很麻煩 要設置這部系列 這部系列需要加嗎 這部系列不需要 只要有這部系列 第二部系列有藍芽接收電池 裏面有充電線 最重要是將這部系列打開蓋後 放在車底 開啟了這部電池 下一個系列就要下載Shell Racing App 下載Shell Racing App後 它裏面有遙控選項 將這部系列用藍芽跟電話連接後 就像現在這樣 你看看 就可以玩到 很方便 這部系列是否只是我都能安裝 對 你快點安裝吧 一起玩 說回一點點 這部系列主要是透過藍芽連線 這部充電也需要充電 透過USB 大約約30分鐘充電 藍芽可以操作距離8至10米 如充滿電 可玩20分鐘 我剛才有試玩過 它還可以響安 有引擎聲和著風 對 它除了之外 你可以透過箭嘴控制左右前後之外 它還充電了打圈和J-turn的功能 我們現在設定了這部系列 你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1 2 3 是挺好玩的 你又搞甚麼 這麼快玩厭在這裡打機了嗎 當然還未玩厭 我還在玩 你知道這部活動最有趣的就是 除了在線下可以實體充電遙控車之外 在線上一樣可以打機 看看吧 對 也是BMW的車仔 沒錯 而且賽道頗特別 賽道關鍵了 因為這次賽道可以由你自己設計 而關鍵就是這些HATRESS的砌圖卡仔 讓我試試吧 試試吧 這次的活動真是很棒 這次的活動真是很棒 又好玩 我最喜歡的就是可以用HATRESS的砌圖 去砌出自己專屬的賽道 但是話說回來 這些車和這些砌圖是怎樣換的呢 好問題 由即是起至11月30日 去Shell油站入油門450元 便可以用指定價錢換這輛車仔 和這些拼圖 詳細的內容可以在內蒙和相關的連結 另外記得留意Shell Waysing App 他們會舉行賽車和砌賽道的挑戰 有機會贏得Shell Go Plus5000值分 那麼難得的機會千萬不要錯過 記住 多入油門 更換車 更換拼圖 便會越來越好玩 對 我們今天來到這裏 我們下次再見 好 再推介給大家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